汉王杨亮是隋文帝最小的儿子 因此在众多王子中 他实力也最强 当隋杨帝杨广登基称帝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清除 这个实力最强的弟弟 一场兄弟大战 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这场大战的结局如何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下部第三集 杨亮叛乱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为了争夺权力兄弟相残 父思反目的事情 以彼皆是 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 而在隋杨帝统治之初 也发生过这样一件 兄弟相残的事情 让人不由的感慨 帝王权力是如此不容挑战 又是如此冷酷无情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蒙万副教授 全面解读隋杨帝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下部第三集 杨亮叛乱 咱们要讲杨亮造反这个问题 还得先来说清楚一下 杨亮是何许人 杨亮是隋文帝的小儿子 其实也是隋文帝最宠爱的儿子 怎么说他就是最受宠的 我们讲一件事 大家就能够同意这个观点 隋文帝杨坚一共有五个儿子 老大杨永 那是很早就立为太子的 其余四个儿子 那老二杨广 老三杨骏 老四杨秀 哪一个不是十二三岁就出阁 到地方去独当一面的 只有这个老五汉王杨亮 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到二十二岁 才出阁担任兵州总管 这一件事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晚才让他出去 舍不得 舍不得最宠他 所以杨坚也给他特别大的权力 给他什么权力 第一方面给他兵权 汉王杨亮 我们知道他是兵州总管 他的驻扎地在晋阳 也就是在现在的太原 这还不算 杨坚还让他总领北齐就境 五十二州军事 也就是说他把北齐基本上算封给他了 这是军权 除了军权呢 还有法律权力 其他儿子我们都知道 杨坚这个人是比较要求严格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是唯独对这个小儿子杨亮 杨坚网开于面 宣布他可以不顾法律要求 便宜从事 在法律上面权力也很大 第三个权力是什么 还给他财政权力 别看杨坚自己非常朴素 要求儿子也都要朴素 但是偏偏就怕老五对小儿子受穷 所以还特许他自己造钱 自助钱 那是不轻易给人的权力 但是杨坚给杨亮了 那这样一来 对杨亮生活很滋润 要枪有枪 要权有钱 要钱有钱 什么都有 那既然什么都有 生活过得这么滋润 他为什么还要造反 我考虑这里头有两方面的原因 哪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 我管他叫蓄谋已久 怎么叫蓄谋已久 这其实还是杨广夺敌的后遗症 自从开黄二十年 杨广取代大哥 杨勇的位子成为太子 而且很快又把老四蜀王杨秀 以谋反罪的罪名来废掉之后 这老五杨亮心里就不踏实了 二哥怎么这么生猛 会不会有一天把我们兄弟都给吞掉 所以他就开始防备了 怎么防备 我们刚才讲他不是宾州总管 他是防控突厥的 所以这时候他就以防控突厥为名 修整武器 招降纳判 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 问题是既然蓄谋已久了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作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 什么原因 我管他叫诏书一变 怎么回事 我们说这几年杨亮一直在磨刀祸祸 图谋不轨 那杨广在干什么 杨广当太子这几年 也一直在盯着武帝杨亮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惹的 但是因为有爸爸杨坚这把保护伞在那撑着 杨广也暂时不敢把劳武怎么样 但是现在隋文帝死了 那杨广就觉得与其杨虎一患 以后酿成大祸 到莫若趁此机会把这杨亮解决算了 怎么解决呢 他就密不发丧 首先不公布父亲的死讯 然后就以隋文帝的名义 写了一份所谓的喜书 什么是喜书呢 盖了玉喜盖了印的赤书 这赤书上显得什么内容 就是以父亲的名义 要求老五汉王杨亮回京 他这叫干嘛 调虎离山 按照他的想象 这杨亮跟父亲关系好 父亲招他回京 他肯定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那回来之后不就杨入虎口 有趣无环了 我想怎么样不就怎么样了 那把这个喜书就给发出去 没想到啊 人家杨亮拿到这个喜书一看 就扔一边了 说这是假的 杨亮怎么知道这是假的 因为以前隋文帝杨坚 曾经跟小儿子杨亮有过一个密约 这密约是这样说的 若喜书招乳 于赤字之旁别加一点 又与玉林符合者当就争 什么意思呢 杨亮跟儿子讲 我要真招你入朝 我一定加双保险 第一份保险是玉麒麟的兵符 我一半你一半 咱们俩这兵符能合到一块 这是真的 这是一重保险 另外一重保险是什么呢 他说真要是我招你的话 我会故意写一个错别字 那招你的赤书那赤字 我在旁边多写一点 如果你看哪个赤字 它写的是一个正常的字 它居然就不是一个错别字 那好了 你就应该明白这是假的 现在老五杨亮一看这赤书 赤字旁边没点 马上就意识到了 爸爸这出事了 这是二哥杨广在转我回去 那他明白这个喜书是假的 杨亮应该怎么办 其实杨亮当时还是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哪两条路 第一条路 不管喜书是真是假 反正自己恪守陈洁 回去就是 那当年秦始皇死的时候 秦二世胡亥以假的诏书 赤公子扶苏死 公子扶苏不就没说什么 真的服毒自杀了 杨亮也可以走这条路 你找我回去我回去就是 那还有一条路 还有一条路那就是造反了 你不仁我也不一样 那杨亮现在到底想走哪条路 别看他此前已经是紧锣密鼓的招兵买马很久了 但是事到临头 他还真有点犹豫 造反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那一看他犹豫呢 有人来穿夺他了 什么人来穿夺他了 两个南方人 一个叫王魁 一个叫萧摩赫 这王魁和萧摩赫为什么要穿夺他造反 因为这两个人在现存体制之下都是郁郁不得知 王魁是何许人 王魁是南朝 梁朝的大将 王僧殿的儿子 梁朝灭亡之后进入北周 北周灭亡之后进入隋朝 这个人不光是熟读经书 而且号称是学过兵法 是一个替堂有齐掠的人 自认为的也是王左之才 可是就是因为是南方人 在隋朝一直不受重用 很郁闷 这是王魁 那萧摩赫呢 萧摩赫我们更熟悉了 这个我们上一次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 那是江南陈朝的元大将 在陈朝灭亡的时候 投降的隋朝 本来也以为自己身份很重要 没想到到隋朝也是不受重用 受到排挤了 那我们都知道嘛 隋文帝的时候 真正掌权的还是关隆贵族 这两个南方人呢 在这种体制之下 欲语不得知 财华施展不开 现在一看杨亮要造反 要挑战一下现有体制 他们当然非常开心 所以呢 就去穿夺汉王杨亮 那汉王杨亮本来就有不臣之心 现在再有人在穿夺 当然心里就更倾向于造反 那汉王杨亮起兵 对于隋阳帝 杨广来讲 打击大不大 这个打击还是相当大的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杨亮实力其实特别的强 我们刚才讲 他不光是兵州总管 他还总管北齐就境 52州军事 这是多大的地盘啊 这意味着西启太行 东到渤海 那都在军事上受他的挟制 另外呢 汉王杨亮准备造反 也准备很久了 所以呢 一下子一起兵 马上就调动了30万大军 那反观杨广这边呢 杨广别看是皇帝啊 他毕竟是仓促应战 仓促应战 临时能调动起来的兵力 才有几万人 几万人对付三十几万人叛军 这是不是有点挂不敌重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杨亮实力真强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呢 杨广的政治地位也不稳固 我们讲一个皇帝 对付一个造反的藩王 本来政治优势应该相当明显 但是在杨广这可不是这么回事 他虽然已经当了皇帝了 但是当时毕竟还没有举行登基大典 这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 这个隋文帝去世之前不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吗 天下都在议论纷纷呢 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所以啊 杨广他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固 那现在自家兄弟造他的反 更让别人有这个收属两端的余地了 所以呢 杨广这不仅军事上不占优势 政治上的优势也不明显 那既然这样 这场兄弟之间的战争到底是谁胜谁负 那到底谁胜谁负 还得看怎么打 杨亮那边怎么打呢 杨亮啊 一起兵就走了一步臭棋 什么臭棋 他打出了一个口号 叫做杨素造反 我去清军策 大家觉得这个口号怎么样 这口号太摔了吧 大家要知道 杨亮当时最值得利用的是什么呀 最值得利用的是老爸杨坚 死因不明 天下议论纷纷这件事 那如果他会做人的话 他就应该打出杨广是父 自己替父报仇的旗号 就坚决不承认杨广做皇帝的合法性 那只要他不承认杨广在政治上的合法性 他就给自己赢得了一些余地 可是现在呢 他没有那样做 他没有直指杨广 他倒说这个宰相杨素造反 那他说宰相杨素造反 如果人家皇帝出来一辟谣 说宰相杨素没造反 他这不就进退两难 两难了 他就做了一件 这么让自己进退两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步臭气 在政治宣传上 他已经先行丢分了 那事实上啊 杨亮不光是在政治宣传上丢分 他接着在战略部署上也丢分了 别看杨亮已经起兵造反了 对于怎么反 他心里还真是没有想清楚 他没有想清楚 那个窜夺他造反的王魁 就来给他出主意了 王魁怎么讲呢 王魁说呀 王所部将立家属 尽在关西 若用此等 即长驱深入 直居京都 所谓急雷不急掩耳 若但欲割据旧旗之地 一任东人 什么意思呢 王魁这是给杨亮摆出了两条路 两条道路任你选 哪两条道路呢 一条啊 就是夺权的道路 就是王魁所说的这个长驱深入 直居京都 就一直打到大行程去 把杨广拿下来自己当皇帝 这是一条路叫夺权道路 第二条道路是什么呀 第二条道路是割据的道路 按照王魁的说法呢 就是割据旧旗之地 这两条路不一样 那当然接下来的战略部署也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夺权的话 就应该尽可能的利用手下那些 关中级的英雄豪杰 利用他们一鼓作气打到西边去 那如果你想要割据的话 你就应该利用北齐的这些 是人北齐的这些将领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魁摆出了这么两条路 让杨亮自己选 那么杨亮选哪条路呢 杨亮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两头他都不想放弃 那作战方向不明 这不就等于又丢分了 幸好啊 这时候呢 眼看着王爷拿不定主意 又有一个比较高明的家伙 来给杨亮支招来了 谁呢 他手下的一个军官 叫做裴文安 裴文安给杨亮出了一个挺好的主意 说王爷啊 其实你不用这么纠结 我看出来了 你这两天一直不知道怎么着好 你不用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实力强啊 你可以兼顾 一方面你可以安排一些老弱病残 非主力部队在山东地区恶手要害 顺便有机会的情况下 也去攻城掠地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应该把主力部队用于向西突破 向西突破 怎么突破 裴文安讲 我愿意替你当前锋 咱们直奔黄河东边的那个普京关 就是现在山西永迹 在普京关这渡过黄河 一渡过黄河 那就到哪了 那就到现在的陕西省了 其实就在杨广的眼皮子底下了 只要我渡过黄河站稳脚跟 大王您就马上率大军跟进 那我们就会兵临城下 杨广那边就会措手不及 我们兵临城下 他措手不及 那城里的人就自然是人心思乱 在这时候 大王您要是登高一呼 一定会英者云集 那我们这造反不就成了吗 你放心 十天半个月 都成我们就能拿下来 那大家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这个主意其实还是很务实的一个方案 他同时兼顾了夺权和割据两头 但是呢 他的核心意思还是要夺权的 而且呢 他还给这个夺权设置了具体的行动办法和行动路线 是一个可操作的方案 杨广一听也觉得挺不错的 就很高兴 就按照这个裴湾的主意办 那按裴湾的主意办 就得给裴湾封官了 他就封裴湾为驻国 率领大军 让他直奔浦州下去 那裴湾领导这个征锡大军走的顺利不顺利 相当顺利 没损失 一兵一卒 直接就进了扑州城 为什么呢 他们使了一计 什么计 移花接木之计 怎么叫移花接木 台湾这率领的一队骑兵到了扑州城下 那我们知道古代信息不够发达 杨亮造反的消息还并没有传过来呢 到了城下了怎么办 这对小伙子骑兵 马上就乔装打扮了 每个人都加了一条密篱 什么是密篱呢 就是隋唐时期贵族妇女出门戴的一种面纱 把面纱一戴 这些小伙子摇身一遍了 说我们是汉王杨亮的女眷 我们现在打算回京师 那你想王爷的女眷在此 哪一个看门人敢掀开看看是不是 不敢乖乖的放人进去了 一进去 这几个小伙子马上把密篱撤下来了 拿刀拿枪就直接奔这个扑州的衙门去了 那扑州四十他完全没有意料到这种情况 一看人来了很惊慌 气成逃跑了 就这样陪安他们兵不选任就占领了扑州城 那拿下扑州城按照原定的计划 接下来要干什么呀 接下来就要渡过普京关 渡过黄河了 而一旦渡过黄河 那杨亮的这个胜算就应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么事情是不是就这样顺利发展下去了 非常遗憾 没有 就在杨亮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 他又走了一步臭气 一下子叫局了 怎么回事呢 贝安不是跟他汇报 我已经马上到普京关了吗 他紧急叫停了 说你别往前走了 也别往西打了 我不想夺权了 咱们呀 就专心经营东边的 如果你已经到了普京关的话 拜托你赶紧把黄河上的浮桥拆掉 然后派兵把守 只要别让杨广他们过来就行 这等于什么呀 这等于说 他的这个战略部署忽然发生变化了 从原来的进攻夺权 转为防守割剧 为什么忽然之间会发生这么大变化 而且是在胜利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因为汉王啊 他突然胆怯了 别看他是兵州总管 总领北齐52州军事 但是他不是得宠吗 隋文帝一直没有真正舍得让他出去出征 所以他没有什么军事经验 从来就没打过胜仗 那现在如果渡过黄河去 可就真是跟二哥杨广真刀真枪的拼上了 杨广是个厉害决策 杨广清楚的很 那我跟他打能打得过吗 打不过怎么办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他心虚了 心虚了怎么办 心虚的时候 他又想起王魁说的第二条道路了 不是还有一条割据的道路供我选 那现在我索性稳妥一点 就割据了 所以改变主意了 不往前打 盖防守 问题是他临时有进攻改防守 对不对 这绝对不对 这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 因为他是叛军 虽然暂时有军事上的优势 但是整体实力而言 他一定是不如杨广的 所以他立在速战速决 一定要打一个措手不及 那才可能把这个形势给搬过来 果然杨亮这边一松劲 杨广那边马上就赖劲 派了一个战神级别的人物来对付杨亮 这个战神是谁 就是杨亮含着口号要消灭的那个在相杨素 杨素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那是长盛将军 平生就没有打过败仗 接到命令之后 杨素马上就率军出发了 而且呢 就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贤眉夜度 一举就拿下普京官 普京官那边杨亮的守军还在这睡觉呢 人家已经摸过来了 那杨素把普京官拿下来之后 就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战争形势初步扭转了 本来是杨亮那边一直率军往西打 现在成了杨素率军往东打了 这形势就调过来了 那往东打究竟怎么打呢 杨素决定啊 秦贼先秦王 别看整个现在山西境内 那到处周县都是杨亮布置的军队 但是呢 杨素不去跟他们正面交锋 只派一些小谷部队去牵制 自己率领几万主力部队 就直扑杨亮的老巢进阳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远 那他这带着几万士兵扑过来了 杨亮也得派人迎敌呀 派谁呢 杨亮派了一个将军叫做赵子开 率领着十几万大军就在晋阳南边的霍裔 在这迎敌 在霍裔营敌 那赵子开也不是一个凡人 想的也挺好的 他手里兵多呀 所以呢 在霍裔的每一个山口都装上了栅栏 然后自己率领大军在高壁之上居高临下 俯视着杨树来打他们的军队 那杨树这边人少啊 而且在地形上不占优势啊 硬拼肯定拼不过赵子开 怎么办呢 这时候杨树又想注意了 他留下了主力部队 在这跟赵子开对峙的 该喊口号喊口号 该攻就攻 该打就打 该退当然也退 每天照常进行 自己呢 他自己啊 率领着一支骑兵小分队 摸到霍裔东北方向的霍山去了 攀山越岭干什么呢 绕到这个赵子开的大营后头去 绕到赵子开的大营后头 他也扎下营了 扎下营之后 杨树就说话了 杨树说呀 咱们现在留下三百人受营 其余的人都跟我去冲击赵子开的大营 你们看看谁留下 他领这个骑兵小分队一听这样说都吓坏了 我们就一别动队呀 人家赵子开那几万人在大营防守啊 我们去冲击 那不是以卵击石吗 去了肯定得死啊 所以纷纷想留下来受营 一共三百人的名额 大家就你争我抢都打起来了 这个部队没法往前走 杨树一看这场景又说话了 说现在到底谁争过了 你们最后决定哪三百人留下来了 好 留下来的给我处理 那马上一群最能打架的人出来 打赢了吗 三百个名额满了 出来了 好 杨树看了看这三百人 说你们这么精壮的小伙子居然是贪生怕死的人 给我占了 当即这三百人的人头就滚落在营房之前 血流成河 其他人这么一看都吓傻了 这时候杨树又问了 咱们留三百人受营 谁留啊 没一个人留了 说这个营不需要受了 我们就跟着您往前冲就是了 所有人就跟着杨树 奔赵子开的大营给杀下去了 那赵子开他是什么反应 他完全没有料到杨树可能绕到他的后面来打 所以真是以为神兵天将 一下子慌了手脚了 他这边一慌了手脚 杨树原来留下来跟他对峙主力部队就奋勇杀敌 就往前冲了 两面夹击 一下子把赵子开就给冲垮了 那就这样 赵子开这败了 赵子开一败 杨亮这肯定紧张 紧张 好在他手头兵还挺多 他至少还有十万士兵 赶紧亲自率领这十万大军 到太原南边的松泽 就是今天平遥西边 亲自来对付杨树了 那么当时双方兵力对比怎么样 我们刚才讲杨亮这边手里一直兵多 还有十万以上的军队 杨树呢 带过来的时候是差不多四万军队 那肯定得有点战斗典员 这时候可能都不足四万了 所以从人数对对比来讲 还是杨亮占优势 只要他肯好好打 那未必谁胜谁负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杨亮又开始吓臭气了 他眼看着杨树要过来了 心里又紧张了 正好这时候又下起大雨了 一看雨下来了 他更胆怯了 就跟他这些谋士讲 时气不好 要不咱们先往回撤撤 拔腿就往回走 那看到这种情况 他最重要的一个谋臣 王魁当然得说话 王魁说杨树玄军深入 驶马疲毙 王以瑞族自降机之 其事必客 今妄敌而退 世人以切 祖将士之心 以西军之气 愿王勿还 什么意思 杨树那边 他是远来疲惫之事 咱们这边是以义代劳 所以只要您敢于率领 大伙往前冲的话 这仗咱们是一定打得赢的 但是如果您望风而退 那士兵的士气可就先没了 这士兵一没有士气 结果就很难预料 所以大王 请您三思而后行 请您千万不要轻言撤退 那王魁这样说了 杨亮是什么反应 杨亮吓得真是恨不得要尿裤子 哪能听进去这种话呀 说不行不行 还是先往回走一走 就往回撤 杨亮这边是大踏步的往回撤 那人家杨树那边 当然是大踏步的前进 总有追上的时候 在哪追上了呢 在太原南边一百公里的清源 现在山西的清徐 杨树就终于追上杨亮 那追上就打吧 把的结果怎么样呢 和王魁预料的完全一样 杨树这边 这叫宜江圣勇追寝后 那这个杨亮这边 杨亮这边呢 是兵败如山倒 溃一步成军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不是讲 川多杨亮造反的里头 有一个大将军叫萧摩赫吗 就是在这场战役之中 萧摩赫又被活捉了 大将被活捉了 那杨亮本人呢 杨亮本人总算是逃回晋阳了 不过打下清源之后 晋阳也就是一座孤城了 人家杨树率领大军 四面包围了晋阳城 杨亮穷途末路 也就只好出来投降 就这样 杨亮起兵一个多月 最后呢 就以失败告终 我觉得这里有三方面的问题 值得我们重视 就是说杨广有三大优势 哪三大优势呢 第一大优势 杨广名分上是占优势的 不论如何杨广是皇帝 杨亮是一个叛军 杨广是合法统治者 杨亮是戊臣的叛乱分子 这个在名分上已经高下立判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杨亮如果能够利用 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的 所谓杨广侍负为理由 坚决不承认杨广的皇帝地位 兴兵讨伐 或许还能赢回一部分人心 可是杨亮不是没这么做吗 相反他不是打出杨肃造反 他去清军策的旗号 这他就完全是名不正言不顺 那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讲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势不成 你没有名分 那就维持不了基本的人心了 这是我们说杨广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什么 杨广在用人上也占优势 杨广用谁 最重要的不就是用杨肃 杨肃至军严酷 而且身先士卒 这在评判杨亮的过程中 体现的相当突出 杨广能用这么一个将军 实际上这个战争就已经有一半的胜算了 所以后来杨肃得胜还朝之后 杨广也是亲自 亲笔给他写诏书 说疾风之浸草 板荡石成臣 那这疾风浸草 板荡成臣是谁发现 谁启用的 还是杨广 那反观杨亮这边就不一样了 杨亮手底下有没有人 他手底下也是有人的 王魁就是一个人才 可是他有人才 但是不能用 杨亮兵败之后 王魁也是逃到山里了 本来想逃到突厥那边去 但是逃来逃去 找不到路了 就觉得不免一死 就跟儿子交代后世了 王魁说什么 他说五之济数不见杨肃 但作言不见从 遂至于此 不能作寿秦直 以成树子名也 无死之后 辱甚物过亲故 什么意思 我的济谋不亚于杨肃 只可惜杨亮他不用我的话 所以咱们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那我现在不能白白的让他们抓我呀 那不是以我的一死换取 树子成名吗 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羞辱 所以我干脆自杀算了 但是儿子 你 你可以逃生 你怎么逃生呢 我交给你在逃生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到亲朋故旧家里去 宁可找生人 不要找熟人 好 说完自杀了 他的儿子呢 把他的尸体藏好 然后就下山了 后来饿了受不了 真找亲朋故旧去了 一去就被人举报 那么大家看王魁这个人怎么样 临死之前还能这么明白 给自己想的明白 给儿子想的也明白 可见头脑不简单 可是杨亮他不听他的 那他的头脑不就不能发挥作用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杨广还在什么方面占优势 在个人领导素质方面占优势 为什么杨亮在战争过程中 捋出臭旗 既不能打出有水平的口号 又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作战方略 还不能用有本事的人 关键不就是他自己素质不行 他其实就是一个惯坏了的孩子 只知道要造反当皇帝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当成皇帝 就这样杨亮怕乱 虽然说规模浩大 来势汹汹 但是才一个月就以失败告终 那么杨广会怎么样处理这个弟弟 除名为民 而且除掉属鸡 以后杨亮不再是他们杨家人 那杨亮叛乱就以这样的结果告终了 那我们现在最后来分析一下 这次评判对于杨广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呀 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方面 这次评判不疑 而且也让杨广的统治地位 温顾下来 本来在这次叛乱之前 因为隋文帝之死 大家对杨广 对新皇帝 还是颇有疑虑的 但是现在通过打赢这么一场 反分裂反颠覆的战争 杨广的权威就不容置疑了 所以他的统治也就算彻底稳定下来 这是第一个 对他很大的好处 第二个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意义 这场战争也让杨广看到了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哪两个问题 第一个总管府问题 当年杨坚设置总管府 让儿子出镇一方 担任大军区司令 是想干嘛呀 是想要震慑其他的地方势力 是想要加强整个皇家的权力 但是现在看来 总管府发挥什么作用 现在看来 拥有太大权力的总管府 反倒成为君主集权的障碍了 如果杨广没有那么大权力 他怎么可能造反 所以就在这次平叛结束之后 随杨帝杨广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总管府取消 以后再不存在大军区司令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问题 杨广意识到 山东和江南还需要进一步稳定 这次发生在山东地区 杨亮一起兵 不是山东有19个州 就响应他了 那另外呢 川多杨亮造反的是什么人 那是江南人 这就说明啊 对于山东和江南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经营 把这两个地区经营好了 隋朝的统一 才能够真正稳定下来 那么杨广到底会怎么样经营呢 请看下集 隋朝父子梁代统治时期 各建造了一个城 隋文帝建造了大兴城 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 隋阳帝则建造了洛阳城 大兴城在当时已经独一无二了 为什么隋阳帝还要再大兴土木呢 隋阳帝建造的洛阳城和大兴城比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部第四集 阳建东